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张照片 有一左一右 两只放在博物馆里面的碗 左边是一只乾隆款的 胭脂水地 粉彩 翻脸碗 右边是一只素色的胭脂水地碗 还是雍正款的 左边这个碗就管右边叫 黄阿玛 右边就说闭嘴 看着你就糟心 不知道你这个农家乐审美 是从哪遗传过来的 这个图呢 它是黑乾隆的农家乐审美的 确实雍正皇帝的审美 更加的清雅 很富有文人气 这个咱们上节课已经说过了 这跟他常年坐冷板凳 和后来的白莲花人设 都是分不开的 雍正确实是整个大清 最懂文雅的皇帝 但是他的这个 岁月静好的白莲花人设 一到他登基之后 马上就全盘崩坏 接着就是秋后算账 和他的这种铁腕统治 这个呢 恰好也可以从 清雅的这个雍正朝瓷器里面 看得出来 这个瓷器里面 可以见证他的一系列变化 和他的执政之道 为什么呢 主要看这个瓷器的来历 这个瓷器的生产商 就是雍正朝大名鼎鼎的年氏家族 所以这个时期的瓷器 也被称为年窑 我们先来看这一件瓷器啊 要说这个瓷器是什么颜色呢 哇那妥妥的是浅蓝色 对吧 而且它是一种不偏绿 不发黑 非常清爽的蓝色 如果这个蓝和这一件 还有这一件放在一起啊 这几种蓝的粉的黄的合在一起 搁今天叫马卡龙色 特点就是 这些颜色特别的鲜艳 饱和度高 可同时 明度也高 它很符合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 属于一种清新大雅 又有点极简主义的意思 这种很少女心的颜色啊 雍正瓷器就很少女心 它们的名字也很文艺 蓝的叫天蓝柚 粉的叫胭脂水柚 黄的叫柠檬黄柚 这些都属于年窑瓷器 其实呢 这种颜色啊 在当时并不容易做到 因为如果仅仅是鲜艳 但是过于饱和的话 就会显得艳俗了 那就辣眼镜 而在清代之前的中国瓷器呢 却弄不出这么多种类的颜色 有人说 那乳瑶不是天青色吗 乳瑶那是天青 它本质是青瓷 它是通过特殊的配方和烧法 呈现出淡淡的天青色 而且烧制难度非常高 成品率很低 而雍正潮这个天蓝色的颜色又啊 它就是这个色 很稳定 而且直接挂上去的 失败率很小 总之啊 以上的这些马卡龙色 在当时都很新鲜 那当时能有这些瓷器技术的进步 和一个被称为都陶官的人 是分不开的 这个都陶官是干嘛的呢 顾名思义啊 监督陶瓷烧灶的 这个陶土和幼水啊 那也不是自己跑到这个炉子里边 把自己烧熟的 古代皇家烧制瓷器 不管是在哪儿 都会由当地政府的一把扫 顺便负责这个预药厂 但是这样是有问题的呀 就是你当地的这个地方官 他可能是个好官 但他很少有懂得瓷器工艺的 而且这是个理科活 对吧 它同时又涉及到配色 文样 这又是美学 还得懂艺术 所以这个很难得 那到了清代的中期 就专门设立了一种都陶官 那严格意义上 专门的都陶官呢 历史上只有四个人 康熙时期最早的 张英选 后来的郎亭吉 这个郎亭吉有一个有名的 就是郎瑶红佑 咱们之前说过 就是他 然后后面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年西瑶 和最后一任都陶官 唐英 这个年西瑶 这名字很多人听着 觉得有点耳熟 如果你觉得似乎听过 那你可能听说的是年庚瑶 年庚瑶比年西瑶 那有名太多了 年庚瑶是康熙雍正两朝的重臣 康熙时期就当了四川的省长 还当了川散的总督 非常的会打仗 在康熙对整戈尔的战争中 立下了各种各样的战功 特别厉害 所以在康熙时期 他就已经地位很重 而且呢 在九子夺堤之中 他从头到尾都坚定地保这个雍亲王登基 保他上皇位 为什么他这么支持雍正呢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他的亲妹妹是直接嫁给雍亲王做侧服劲了 也就是后来雍正的这个年飞 电视剧里华飞的原型 所以说他们年氏一家的利益和荣辱其实跟雍正就是绑定的 这个年氏一族来历不浅 从明朝开始就是官宦时下 一直出大官 但是绝对没有年庚瑶这么大 这么位高权重 你想一下他的父亲在康熙朝就已经很有地位了 他有个妹妹 那是后来的皇贵妃年飞 年庚瑶还有个哥哥 没他那么出名 这个哥哥就叫年西瑶 他们两个是兄弟二人 所以年庚瑶因为有这份从龙之功啊 推了这个雍正登基 所以在登基之后受到雍正帝的非常大的信任 所以连带这个府内的年飞啊也跟着就更受宠了 所以这个年庚瑶到后期呢 变得非常的骄横 跋扈 他觉得自己哇天下第一大 开始拉帮接派 对这种皇权直接形成了威胁